这几个黑奴为了获得自由 不惜逃进满是鳄鱼的沼泽潭 黑人男孩只是犹豫了两秒 就直接被追上来的猎奴犬扑倒在地 他们对着男孩疯狂撕咬 彼得不忍抛弃 但又无可奈何 只能赶紧逃离这里 这时吉姆等人也追了上来 手下连忙拉开了猎奴犬 他问托马斯彼得等人要逃往后处 如果你告诉我那我就放了你 否则你就会被绞死在大树上 单纯的托马斯信以为真 直接供出了他们的最终目的第八吞鲁人 吉姆果然说话算话 还真的就放走了他 可就在下一秒 瞬间三条鳄鱼就朝着他游了过去 此时三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商量过后决定分头走 这样才更难追踪 李德逃到一座豪宅附近 悄悄地摸到柴堆后 连忙偷了口水喝 此时吉姆已经追到了附近 李德听见狗肺赶紧抓起一块白布离开了这里 他用白布裹住伤口 狗肺声越来越近 他只好将沾血的白布塞到一个枯木下 接着躲进了前方的沼泽坛中 很快猎弩犬便循着血的味道找到了这里 下属认为彼得已经穿过这片沼泽了 可吉姆却死死地盯着沼泽坛 李德见状只好躲进水中 在看见鳄鱼之后 他才决定离开这里 然而就在彼得想要上岸至极 意外却发生了 他赶紧抓起一根木头 挡住了鳄鱼的巨符 接着他奋力拉开距离 抽出刀子 然后对着鳄鱼的脑袋 就是一顿木炸 也不知炸了多少刀 他才活着逃出沼泽坛 此时他的身上已是遍体鳞伤 第二天他给自己做了个拐杖 往身上涂满泥巴后 便再次踏上了求生之路 吉姆等人被猎弩犬带到了 昨天他们离开的地方 猎弩犬对着沼泽坛狂吠固止 很快他们就将一条已死的鳄鱼 抬上岸 两个手下说彼得一定在鳄鱼的肚子里 可吉姆却谨慎得很 直接让他们剖开确认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肚子里面空空如也 他们从白天找到黑夜 却依然没有找到彼得的踪迹 手下说即使他没被鳄鱼吃掉 也会自己饿死的 要不咱们还是别找了吧 可吉姆却表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边彼得已经不知穿过了多少个沼泽坛 他筋疲力尽鸡肠碌路 这时他看见了一个野洋葱 他刚摘下 却突然看见前面蹲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他的伙伴杰克 他问彼得是不是把猎弩全引过来 他吃了几口 以此来掩盖自己身上的味道 可是两人才跑了没一会儿就听见了狗肺的声音 并且越来越近 他们赶紧各自躲了起来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这里 猎弩犬不断地在一棵大树下狂吹 他们一抬头 上面果真躲着一个人 杰克就这样被发现了 他们警告杰克赶紧脚枪投降 杰克很激动 突然一声枪响传来 是吉姆开的枪 他死死地盯着彼得的方向 严格意义来讲的确是彼得害了他 但他却很中意气 无论吉姆怎么逼问他彼得的位置 他都只字不说 狠辣的吉姆只好选择结果了他的性命 是的 他生生地割断了杰克的头颅 彼得懊悔不已 如果自己没有遇见他该有多好 彼得感动不已 他定要为那些无数惨死的黑人同胞报仇选 彼得最终成功躲过了一劫 但是他妻子这边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因为他们的主人莱昂斯上校把他给卖了 并且只卖了他一个人 他的四个孩子不会跟着他一起走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仿佛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一样 女儿建议妈妈带着他们逃走 妈妈听后赶紧让他闭嘴 因为逃跑的后果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要想不被卖 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随后母女俩来到棉花机旁 妈妈将手臂伸进了机器里 然后 彼得从树洞中爬出 看见捷克残缺不堪的尸体后 他便归了下去 接着 感谢观看